15號 翻顏肉 豬舌 心管 天啊 我好像拿著一張生物考卷 然後再考試的感覺 這裡東西真的是太多了 我不知道怎麼點 我們來問老闆 老闆 哈囉 你好 什麼是豬肥貴 豬肥貴就是我們豬肥貴 灌一番酒 下去水煮 你們看 就長這樣子啊 老闆在拿的時候啊 它真的就是這樣軟軟QQ 然後就是一個肺臟的樣子 這個就是 這就是還沒有灌粉漿的對不對 水煮的 這個就是灌粉漿的 這水煮的 這個灌粉漿的 這個來一小份 這個也來一小份 好啊 歐白菜就是這樣子隨便點 然後老闆就隨便切 這紅粉漿 比較特殊的地方就在 我們使用地瓜粉 小腸啊 把它刮除乾淨之後 就變成天然的腸椅 它裡面的肉啊 是里肌肉耶 老闆超級用心的喔 像他就覺得粉腸 就是要適合用這個里肌肉 黑香腸是使用我們中藥粉 香料 高涼酒 還有一點點的醬油 起來 所以香腸是黑色的 吃起來很香耶 是不是好好吃喔 是 老闆的手腳非常快喔 琳琅滿目的玻璃粿 可以說是店裡的招牌 擺滿了各式各樣的豬內臟 選項多達十幾種 歐白菜的組合任你搭配 對 你看看 這個 就是滴滴滴 這是我第一次要吃這種食物耶 是 烏鴨耶 好Q喔 我覺得老闆他處理得非常好 這些食材啊 他幾乎都是汆燙過 沒有太多的料理 吃起來就是沒有很濃的豬腥味 就是一股很清甜的那種 肉質原本的味道 對 那還有這個 好特別喔 這個是什麼 什麼部位 那是台語說的豬腥頭軟骨 豬腥頭 就頭節的部分 第一次看到這個部位耶 吃起來不知道怎麼樣 這軟骨好脆喔 好好吃喔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 因為烏鴨它就是簡單的汆燙 所以呢 醬料就成為這道料理的靈魂 它這個醬油膏不會太死鹹 然後上面這個蒜泥 根本就是畫龍點睛的重要關鍵 超好吃的耶 然後還有很多人推薦 你也可以加這個芥末味 所以整個味道會整個提升上來 古早味的經典款式還有這道 陳櫃表面煎得金黃微焦 一口咬下卡滋作響 櫃本身有經過調味 不沾醬也有淡淡的油蔥香 我來這裡前後出了三四十年 如果出我的主題 回來都會很好來這裡吃 放很好吃 糯米腸啊 香腸啊 然後我覺得黑香腸還不錯 很Q 很香 然後不會很油 非常好 尤其是那個生腸 然後還有那個紅色的腸 那個我從頭都沒吃過 因為我是台北人 所以我沒有吃過這些東西 來碗湯頭甜香濃郁的魷魚羹吧 羹湯晶瑩透亮 浮在勾芡的濃湯裡 有著肥美的魷魚 口感清脆有咬勁 吃起來很讓人滿足 有著肉骨久熬的香氣 灑上烏醋及胡椒粉 這是只有在南部 才有的傳統美味 阿翔 接下來要吃什麼 我們來吃大腸桃 真的嗎 大腸桃 大腸桃 它比較Q 好好吃 這樣子好好吃喔 很Q… 很Q耶 然後還有這個 我們很多人都推薦這個 大腸 大腸 雙腳說做大腸 大腸 都是耶 不會說是糯米茶 米湯 新鮮的大腸 冠竹米跟土豆人 在地…我們在地生產的花生 它為了要讓有層次感 所以花生就沒有煮得很爛 有一點脆度 有一點跟米有一點區分 相當好吃耶 謝謝 這好好吃喔 而且呢 曾經有客人啊 就是來吃到老闆的黑白菜之後呢 很感動 感動在心 然後就畫了這張圖送給老闆 因為他室內故鄉 他就看我的臉書畫了畫像 就帶回來送給我 意思就是呢 Q版的 看到老闆 就等於可以吃到這個 懷念的家鄉味 是 然後老闆也繼續把這份溫情 傳承下去 對